大家好,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洗車機 清洗機 這個是凱茨的K5.520 那我們 先來示範一下說他到底要怎麼安裝 這個筷子接頭 我把它接上去 這個是進水口 這個呢 接 水管 這樣子接 頭呢 從這邊靠上去 頭靠進去 把快速接頭接到這個水管上 旋頸之後呢這個水管呢就拉不動 再將這個快速接頭呢直接靠上去 OK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呢 這個是高壓管 高壓管呢 他有一個 這個是 這邊是一個扁平狀 要順著他的這個方向 插進去就可以 那另外一頭呢 我就接這個噴槍 槍頭 槍頭也是一樣 還有一個方向 卡住就好了 再來呢我們準備這個 這支 這個槍 這台機器呢他有配兩組槍 你要用 要用哪一支都可以啦 那這一支呢他可以 他可以噴出去的壓力 他可以調大調強 那這一支呢 噴出去的呢 他是屬於 閃狀的 那我們先用這一支 試試看 裝的時候呢 也一樣 卡電卻 卡進去轉個頭 轉個方向就卡住了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要 通電 那我們呢 開電的時候呢 這個轉開 我們先 使用時呢 我們應該先把水打開 打開先放水 稍微放水放一下 然後再把電打開 那我先去開水一下 把水放出來 然後開 好像有點漏水 沒鎖緊 它呢 要按壓這個把鎖的之後呢 它這個是屬於那個 你按下去之後 它才會觸發開啟動的開關 那我們現在呢 還試試看 還洗窗戶看看 我們將畫面拉過去看一下 這裡呢 這裡呢這個呢有一個 它可以調小 這裡呢這個呢有一個 因為這樣噴不出去的時候呢會有很多的水花 因為我是相機的關係 所以這部分呢 我還是把相機稍微調遠一點 經過清洗之後呢 這個 大部分的髒物都可以清掉 砂窗上的那個 蜘蛛網 我們拉近一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砂窗上的這些蜘蛛網 因為它黏到這個網子上 結果呢那個 清洗機也沒辦法把它給清掉 除非將砂窗拆下來反過來噴 才有辦法把它清乾淨 大部分的蜘蛛網 只要不是黏在砂窗上的 要清掉都還算蠻簡單的 這邊的牆呢這邊這個是 沒有沒有清洗的情況下 這之前的污垢 那清洗之後呢 就像這樣子 看起來呢這個 還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那個 陳寧的污垢在上面 那個沒有辦法 很輕易的把它沖掉 除非呢 可能要 加一些清潔劑 先把它噴上去 然後呢再做第二次 第二次的 然後 清洗動作 才有辦法清洗掉 K5.520這台清洗機 這台清洗機屋 屬於出公司馬達 因為出公司馬達是說你的槍頭要 按下去之後 它才會啟動 但是如果你如果那個水壓 水管的水壓如果不足的時候呢 你 壓下去它是那個 馬達是沒有辦法被驅動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那個 加壓馬達 加壓馬達 先把水管的水加壓過以後 進去 然後再按 才有辦法 驅動這台機器的馬達 我們在使用完畢之後呢 讓水管的水關掉 然後呢 電源先關掉 然後呢 幫水排空 把壓力卸掉之後呢 這個呢 把管子拆掉 往這邊往後 往這邊推一下 再拉出來 這個水管的水先把它抽掉 那我們這樣子排空之後呢 就完成了 有新鮮的朋友呢 可以去嘗試看看 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